OK 我們這次是講到管理情緒 就是我們的生命想發揮的時候 非常重要就是我們管理情緒 因為當我們情緒失控的時候 或者不能夠管理的時候 實際上生命是極度難發揮的 所以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能夠學習去管理情緒 OK 好 在我們幫助的很多人中 我們發覺很多人來說 情緒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就會被人影響 內心不開心 自己的自卑感 自己的負面情緒走出來 對自己的失望 很多各樣的負面的情緒走出來 這個都是一個常見的情況來的 甚至有些人他們侍奉都很有果效的 但是他們似乎對於管理情緒都是有困難 雖然一方面他們做到很多事奉 很投入 但是當他們一做得不好 馬上又覺得不開心 或者有人對他們說什麼不好的說話 馬上就很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就會 情緒受影響 不開心 這樣 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也有時候有些人 跟我說他們所認識的 有些傳道很猛 很急 很想大家都改變 那他們的心是好的 但是當那些人不改的時候 他們的心就很猛 很急 變了有時候都會影響一起同工 或者影響到其他人的情緒 所以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的生命想發揮的時候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麼處理情緒 同時我們也不是說人沒有感情 這件事我們要留意 就是我們人是需要學習 有感情的 不是失去了感情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以為 我沒有感情麻木 那就沒事了 但是其實麻木呢 有些人的不好處就是 他的內心是 和自己的狀況 是not in touch 英文說 不能夠接觸到自己的生命 他裡面是什麼狀況 他接觸不到 他裡面受到自己的 就是好像封閉了 有時候有些人會封閉了情緒 封閉了情緒 封閉了情緒 為什麼呢 從小時候 就有些人跟他說 不准哭 不准不開心 不可以這樣愁眉苦念 變了他學習 要封閉他的感情 這也是一個令到有很多人 他們的心靈變得僵硬了 變得好像麻木了 他們不懂得開心 不懂得感謝神 很開心地感謝神 他們不會覺得有喜樂 或者是憂傷的時候 他們都不 他們好像壓抑了 憂傷好像感覺不到 這樣的時候 一方面他們就難以敏感別人的感覺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可能他裡面其實有很多情緒 他不是沒有情緒 人人都有情緒 其實情緒是一個指標 是什麼指標呢 就是當事情順利 我們會開心的 跟一些人一起 我們是歡喜的 我們會開心的 做一些事成功 我們會開心的 而有困難是會有壓力 不開心 失望 這樣 這個是其實是一個指標 就是告訴我們 有些事情是要處理 現在有些問題 這個就是情緒的需要 我們不是說 不需要情緒 我們需要有情緒 不過問題就是 當我們知道我們有這些情緒 或者感覺的時候 我們需要處理 尤其是那些情緒是負面的 譬如說 我們呢 有個人氣壞我們 我們覺得不開心 那就是告訴我們 有件事需要處理 知道有人傷害了我們 我們需要處理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去處理 如果不知道 譬如說 有個人麻木了 真的有這些事 我因為有認識不同的 跟我說 他不懂得開心 不懂得傷心 他就被人氣壞 其實他裏面是 有憤怒 有激氣 不過他自己沒有留意到 他沒有留意到 他就覺得 都不知道為什麼 很不順暢 很有壓力感 很不妥的 感覺是很不妥 但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也都不懂得處理 這樣的時候 他跟他自己 not in touch 就是他接觸不到自己 他就變成一個麻木的人 這樣的人也都很難 因為神而開心的 很難去 和神有一個 享受的關係 輕輕鬆鬆開開心心 是會難的 為什麼呢 他的心裡面根本 他不會感覺到神 難一點感覺到神的愛 他覺得 好像這個人 沒有感覺 他也感覺不到別人的感覺 所以這個 其實 麻木並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是需要 比如我現在講 這一方面 其實講到發揮生命 都是能夠 回復我們有正常的感情 是重要的 我用一個對比 神是非常之有威嚴 有權併 但同時 他是充滿感情 我們在很多經文 看到他是充滿感情 講到耶穌有歡樂 天上都為他歡喜 天堂是有快樂的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都為他歡喜 西方的書三章十七節 講到 神因我們歡欣喜樂 墨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神會因為我們 而開心到歡呼 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他是充滿感情 某程度好像小朋友的感情 但他是極度成熟的 他也不是失控 小朋友會失控 他不是失控的 但是他那個感情的流露 是很自然的 很輕鬆 很開心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當我們小時候 那個感情是豐富一些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 有兩個同學來到我家 探望我 他其實是找我有些東西幫他的 但是我在門口見到他 我在裡面開心出來 我真的發覺 裡面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原來 在我們小時候 那個開心是會強烈一些的 我現在一樣看到人開心的 但是我對比當時我小時候 看到同學 我那個開心是以前 是大過現在的 因為那時候是 是單純很多 是因為始終我們人生 有很多的負面的經歷 有很多樣東西 令到我們有不開心 但有些人就 就是很少處理 所以變成他感情很麻木 或者他的情感失控 其實我也是一個處理情緒的人 但是始終和小時候是很大的對比 小時候 情緒是比較單純 很自然 很輕鬆地表達出來的 在裡面自發出來的 那神就是這樣的 神就見到我們 我們一找他 親近他 他就很歡喜了 因我們歡欣喜樂 墨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神就開心到不得了的 神也都不能夠忘記我們 他婦人也能忘記 他吃奶的嬰孩 就算有忘記 神都不會忘記我們的 神就是這麼豐富感情的 那好吧 這個神的那種豐富感情 而對比之下 有時候有些人是麻木了 他簡直說 我感覺不到神愛我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可以感覺到神的愛我們 就算我們吃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說 神做的東西 真是好吃 真是有不同的味道 神真是有心 我就歡喜了 譬如 如果媽媽做一些好吃的東西 我們很多人都會歡喜 但是有些人 他是沒有了那種感覺 他麻木了 譬如我們經歷聖靈的平安喜樂 興省愛 這些也是應該開心的 但是有很多人 當他祈禱的時候 他有任何的經歷 他都不懂得開心的 他不會懂得 真是好 好了 聖靈會來到我身上 會將平安喜樂 賜給我 他不懂得開心的 那這個人變成 他生命是會打很大的折扣 怎樣打很大的折扣呢 怎樣打很大的折扣呢 他是會難於感受人的感受 他難以去關心人 回應人的感受 他說的話會缺乏感情 就是說的話 好像理論化一樣 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譬如我們講信息 其實應該學習有感情的 當我們感受到神的愛 又感受到自己的感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講信息的時候 或者分享的時候 或者跟人聊天的時候 都流露出來 有輕鬆開心的感覺 開心見到人 這是其中一件事 很重要的 我們看到人 我們應該有開心的感覺 因為人 即是跟我們相處的人 都應該跟我們的關係 都是正常 我們有他們作為朋友 作為弟兄姊妹 作為同工 應該是開心的 如果我們的感情是正常的 我們看到人會開心 我們跟他說話會開心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裝滿了苦水 所以他跟人說話的時候 是皺眉頭 很猛的 很激氣 他也感受不到別人的感覺 他見到別人也不會開心 這樣的時候 他跟人相處是會有困難的 他也不會懂得關心別人 所以他的生命發揮會很有限度 所以我們發揮生命的時候 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 我們的情緒要被醫治 如果我們發覺我們以往有的情緒 我們都感受不到的 我們有什麼感覺都感受不到的 我們是需要去處理的 需要 那怎樣處理呢 即麻木了怎樣處理呢 那就學習了 任何地方我們要留意自己開心 任何地方 譬如吃東西覺得開心 那我不是叫你猛的吃東西 而是留意吃東西的時候的開心 都說真的好 神會叫我享受吃東西 真的好 神真的好 那就喜歡神 也說那種味道真的好 這種食物的味道真的好 那我們就喜歡神 因為神呢 做這麼多好吃的食物 讓我們能夠享受 那我們就由一些我們喜歡的東西 開始去享受 去歡喜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回復一些感覺 也都能夠 去講 他 即是講出來 我們有什麼感覺 去講出來 去講出來 向自己講出來 我現在很開心 我現在很興奮 我看到朋友很開心 我做完一件事做得好 我覺得有成功感 我覺得有恩惠的感覺 開心的感覺 可以告訴自己 告訴別人 那個人就會開始 跟別人有聯繫 有些人很難跟別人有聯繫 就是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說 他不能夠說出他內心的感情 他的經歷 他都不能夠說出來 這樣的時候 他跟別人好像沒有什麼說 沒有什麼聯繫 是很難有朋友的 所以我們可以學習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感情麻木 我們可以學習 去留意一下自己的感情 然後去表達出來 回應人的感受 也都可以加強我們的感受 怎樣加強呢 不是很強硬地加強 而是提醒自己 我現在吃東西很開心 我真的留意一下自己的開心 感覺是怎樣的 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留意一下 吃雪糕的時候那些味道 真的好 真的好味 享受一下 開心一下 笑一下 那就加強那個平時的感覺 例如吃東西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那些食物的味道 我們留意一下 或者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其實有些開心的感覺 我們就告訴自己 我開心跟這個人聊天 也可以告訴自己 我開心跟你聊天 我開心聽到你說話 我開心聽到你關心我 有很多人他經常想人關心 但是當然關心他的時候 他是沒有反應什麼 就是很被動 但是如果他被關心的時候 他會告訴對方 你關心我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滿足 很悲哀 對方聽到都覺得開心 那跟對方的關係都會好些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習 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任何的感覺 我們都加強 都告訴自己 我可以開心快活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真好啊 耶穌真好啊 我們跟人相處 或者回到教會 跟家人相處 我跟我太太一起的時候 我都是 很多時候會講她的好的話 我就享受和她一起 和她一起開心笑一下 她又很有反應的 她很有反應 我有開心 她又會很開心 其實她通常都鮮過我開心的 她是很輕鬆很輕鬆的 她是很像小朋友那樣的 其實很像小朋友的人 是容易和她相處的 她很開心的 就是有些什麼我一做呢 她又很開心反應 整個人笑光了 眼睛又笑光了 那樣的 我們都 有這樣的朋友 我們就欣賞了 就算他們沒有什麼 這樣的感覺 不是那麼有反應的 我們都欣賞他們 有做過好的事 你煮的飯真好吃 煮的菜真好吃 煮的菜真好吃 這樣會令對方有滿足感 就會加強那個關係 那 好了 在這一方面 我問問大家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就是關於 建立回我們能夠 有感情 有感覺 不要變成一個麻木的人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跟一些 覺得跟一個儀勝 好像覺得很喜歡跟她聊天 那人家會說 好像覺得你有問題 那怎麼樣 OK 那我們就要小心那個界線 跟儀勝要小心那個界線 是 相處的時間 都是有其他人一起 就是 即是 就不要兩個人 譬如兩個人單獨 又約了 那就 就看一下對方 譬如 對方是未結婚 自己又未結婚 那沒問題 但如果對方是結了婚的 或者自己結了婚的 同意性相處 我們就 只是在一起集體活動的時候 那也都是 留意不要有了依賴性 就是依賴性 就是怎麼樣 要見到那個人才安樂的 不見到他 不開心的 一見到他 就興奮到不得了 這樣這個 就已經有一種 就是有一種 依賴性 或者好像要見到他才安樂的 有依賴性 就會慢慢 就會有感情的 就是譬如 我們 在教會和特典展會相處 那些應該就 就是大家都 和大家 就是相處 一起開心的 那就 有時候 有些朋友 有些人是真的會覺得開心些的 這個沒有錯的 不是錯的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始終有一個界線 有一個界線就是說 如果發覺對方依賴自己 就是好像對方 不斷自己 總是 看不到自己好像不妥 那樣 經常會問 為什麼你昨天沒有找我 那樣 有依賴性 好像每天都要找他 那樣 有依賴性的時候 我們就要留心了 我們就不要再加強這個關係 那通常異性來說 那個相處是 是應該小心程度是高一點的 就是如果是很恒常相處 是應該留意的 就是不只是別人看到 而是可以令到自己或者對方 自己陷入了感情都不知道 我有沒有回答你 那尤其有些人 他本身 他跟他配偶的關係不好 那 而他遇到一個異性關係好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 就是那個感情放了下去 因為 破壞婚姻有時候 不是一定要有性關係的 有時候就是 對於那個人的那個 那個 依賴性 很強 很喜歡跟他一起 有時候有些 夫妻都有這些情況 就是有一方 跟另一個人 是很大的依賴性 很喜歡跟他一起 那慢慢慢慢 那有時候又會約他 一起去聊天 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們不應該 開心作為一個人生的 那個指引 就是有些人是情緒指引 就是說我開心我就做 我喜歡我就做 那這個是不安全的 因為如果就是說 那個關係不正常 因為我開心 所以我就做 那是會出問題 OK 有沒有回答你 OK 好 不用客氣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一個 對於感覺麻合目組 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這件事 大家有沒有有 詢問 OK 我現在繼續說 就是說到 處理一些 不同的負面情緒 處理負面情緒 我們很重要很重要 一點要留意 就是 不是 壓抑那個情緒 就是譬如很生氣的 按著不要生氣 因為不可以生氣 生氣他就很大件事的了 不可以生氣他 這樣壓抑其實是不健康的 長期壓抑是會造成麻木的 看到沒有了那種 就是那個感覺不正常 會失去了那個感覺的 會留意不到自己的感覺 自己生氣都不知道的 有些人自己生氣都不知道 他發脾氣 他沒有發脾氣的 但是他很生氣很生氣 覺得他發脾氣 他又不覺得他是 那 就是當我們發覺 我們 譬如對於人 有不開心 有不開心 生氣 激氣勞嘈 那這件事是 可以說是正常的 正常不代表是 合乎神的心意 正常 就是正常人會有的反應 正常人的反應 譬如說那個人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幫他 他都不肯改變 他經常都被罪控制 被情緒控制 那跟他一起相處 是會 人是自然會生氣的 這件事是 是正常 我意思就是這個正常反應 但是這件事是 我們生氣並不是一件好的事 我們長期生氣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情緒的出現 有些我們覺得有些生氣 就是告訴我們 有些事情不太對勞 這個人可能有些行為不太好 有些方面令到我不開心 所以我就有生氣了 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就去處理 那怎樣處理呢 其實就是 有不同的聖經的教導 是可以幫他處理的 那譬如說 人都是會有問題的 人都會做一些難於改變的 很多人很難於改變 譬如他們很情緒化 肯定不肯成長 他們會有這些問題的 他有這些問題是他一個 就是他因為被罪被情緒控制 所以他來說是他日常生活來的 他就是經常都很容易這樣 我們明白這件事我們接受 接受 而我們不覺得 這件事是我的損失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很不公平 你向我發脾氣 你這麼情緒化 很不公平 就是我不開心 這樣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情緒化了 但我們就去化解 任何聖經的觀念去化解 其中就是我們今天用的經文 就是 喜樂的心乃良藥 憂傷的靈屎骨枯乾 就是如果我們憂傷或者憤怒的時候 是令到我們的靈枯乾 令到我們的人 是有各樣的問題的 我們知道 他有問題 我不需要背著的 另外是詩篇188篇第6節 有耶穌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有神幫我 我不用怕的 人不能夠做任何事情 破壞我的 傷害我的 他傷害不了我的 這是一個信念來的 又真是可以實行的 那什麼意思是一個信念呢 我相信 神會祝福愛他的人 愛神神是很歡喜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搶走 沒有一個人能夠搶走 所以我不需要覺得很不公平 很不抵 這些觀念就是我們需要學習處理 處理不同的壓抑 處理是說 不要緊的 他拿不走這些恩典 神給我很多好東西 所以其實處理情緒很重要 都是跟神關係好 因為深信神的應許 神是會給我的 神會祝福我的 神會給我的力量 我愛神 神為我預備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我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這一切都加給我們的 我們深信神的祝福 所以這個人就算他傷害我 就算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要緊的 他不能夠拿走神給我的恩典和福氣 那我們的心呢 就深信這些神的祝福 還有他拿不走神的恩典 那我們就說不要緊的 我接受他就是這樣的了 他是未曾成長 我們不要跟他說 但是這個的確是一個事實來的 這個人在情緒上不成長 其實很多人呢 年紀很大 不代表他成長的 有些人是 大年紀 中年 成年 都可以很小孩子氣 因為他從小到大 都是要他得到他的東西的 所以呢 他得不到他的東西 他就會生氣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次我們宣教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在這裏排隊等火車 火車未到 閘不開 那這一個男人呢 我想是五十幾歲的了 他跑去前面 跟著呢 就踢那個玻璃門 踢爛了 跟著呢 就爬過去 走下去月台 跟著過了沒多久 被兩個職員抓回他上來 那當然要他罰 就是要他罰錢 賠回 一個其實五十幾歲的人 應該就是成熟的 但是呢 他很明顯呢 就是他從小到大 可能是被人縱壞的 所以他根本 他想要得的東西 他馬上要得到 他得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發脾氣 那他就踢爛那個玻璃門 那這個就是他 就是不成熟 雖然他體型很成熟 但是他的內心是不成熟的 那我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說不要緊 他是他的問題 他不成熟是他的問題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說他不成熟 因為我們分辨了 如果真的他是不成熟 如果他不是不成熟 我們就不要這樣說 這個真是事實 他真是不成熟的 那我們就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我們就不需要給他的 他的幼稚啊 他的情緒影響 我就深信 神會給回我的 他就算對我不好也不要緊的 那這個對於人 總之 人呢就接受他的問題 並且相信 不緊要的 他向我發脾氣 他就算對我不好 就算他利用我 就算他故意傷害我 都不緊要 神都會給回我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相信我愛神 神就為我預備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會給回我的 他搶不走的 其實他很慘的 因為他對基督徒不好 他其實很慘的 所以我就決意不給他影響 我決意深信我是蒙福的 我不需要因為他影響 這就是對於人的方面 無論他的問題在哪裏 有時是對於自己 譬如自己做事做得不好 就很懶惰 哎呀 這次又做錯了 哎呀 講錯話了 那這些也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譬如我們真的會做錯事 講錯事 我們就接受我 我還在成長著 我還未完美的 我會講錯事做錯事 人人都會做錯的 都會講錯 我的關係 不重要 告訴自己 不要緊發 journeys 下次 같아서要留意 我下次留意便會改善 然後就放下那種的內疚 那些事實 啊 那么不能衰 那有時候人呢 其實是因為驕傲的 就是在別人面前不能衰 那在別人前 做地不好的時候 就很憨自 哎呀 在那個人面前 做得壞了 人家便笑我 這是一個驕傲 不能夠低威 覺得做錯事是很難接受自己的 不能夠原諒自己的 就會有對自己的指責 或者自卑感 自卑感就是覺得自己不夠好 有些什麼都很悲觀 很消極 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覺得自己好像被人欺負那個 沒什麼用 我發揮不了 有這些信念 我們改變情緒很重要的是改變信念 剛才我一直講都是改變信念 比如說不被人影響 我深信神愛我 我心命有奇妙計劃 我愛神 神一定祝福我的 這個就是一個信念 原來信念是影響情緒的 譬如說對於自己 就覺得自己都是沒有人喜歡的 這個信念就會令到他什麼事都不開心 但他的信念是說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神體重我的 我的生命可以發揮 有些事我還沒做得夠好 不要緊 我可以慢慢學 這個是信念 我可以慢慢進步 未進步了 不要緊 不死得的 我們就接受自己有未好的地方 而有好的地方 又是用聖經講的觀念 耶穌說 你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 我們就用這個觀念告訴自己 我有做一些好事祝福人 神就歡喜了 我就可以歡喜了 這個就是用神的經文 神的應許來鼓勵自己 我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我任何事做得對 神都很歡喜 所以我都可以歡喜了 這個就會加強自己的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 第一就是從神看重我們 我們是聖結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 叫我們宣揚那召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是很寶貴的 我們深信神給我們 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我們是很寶貴的 這個第一個信念 第二就是我們學習到處理 我們生活任何的事 我們處理到自己的情緒 我們就可以告訴自己 我有進步 感謝主 我有進步 我可以開心了 我有做在別人身上好的事 我們又開心了 我有祝福人 神就歡喜了 神就會紀念 神就會賞賜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鼓勵自己開心了 提醒自己開心 我自己都一天很多次提醒自己開心的 我會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因為人的罪性 人人都會有不開心的 包括我在內的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不開心 我是有的 不過我很快處理 有時候閃過一些意念 有時候說 哎呀 為什麼這麼困難啊 還有這麼多事情做啊 那些人不改變啊 總會有一些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自己會說自己做得不好啊 有什麼這樣的觀念出來的 那我自己都會有的 不過我呢 就會盡快處理 我就會說 我用了輕鬆得性裡面的一些觀念 都是聖經拿出來的 我愛神 神就歡喜了 神一定是祝福的 我做在任何人身上 神就歡喜了 神就賞賜了 所以我也可以開心的 我愛神 神又很歡喜 神又祝福我 神因我歡恩喜樂 所以我也可以歡呼喜樂 可以開心的 即是我用聖經不同的觀念 神都因我而開心 我更加可以因自己而開心 那我就會提自己 我可以因神而開心 我就選擇感謝神 神真是好了 感謝神而開心 你都選擇 吃東西的時候 那些嘗嘗的味道 真是好了 神做這些食物這麼好吃 感謝主 又對身體有益處 然後感謝耶穌 我們就可以選擇開心了 這個就是 我們處理一些負面的思想 因為思想就影響情緒的 我們的思想處理了 我們的情緒就能夠處理 思想情緒不處理 人一定不可以發揮的 人一定的生命不會提升的 當我們處理好生命 經常都在感恩喜樂 和經常都祝福人的心態 跟從神的方式 神是喜歡我們去祝福人的 我現在在祝福人 神是歡喜快樂的 神欣賞我的 那我就 時時都在一個喜樂的狀況 因為不喜樂呢 有很多問題的 又影響 身體健康 影響有沒有能力 影響我們的見證 一個不開心的人呢 是人都會覺得他不開心的 覺得他不開心呢 覺得和他相處是困難的 覺得是 不會覺得這個人是 一個好的見證的 如果我們沒有什麼喜樂呢 人是不太喜歡和我們相處的 但如果我們時時都喜樂 正面呢 人是會喜歡和我們相處的 OK 好 我剛才說到 都有頗多關於 處理情緒 就是我們自己的情緒 不受人影響 不受自己影響 不受自己的自卑感影響 不受自己的失敗影響 任何事發生都說不要緊 神總有為我們開出路 我總可以改善 總可以進步 我一進步 我馬上就稱讚自己 我要開心一下 於是我人呢 就會時時都保持在喜樂平安 喜樂的靈呢 是良弱 就是我們時時喜樂的時候 真是良弱 會醫治我們人的身體和心靈 我們的靈魂和神關係 如果不喜樂 一定和神關係是不會好的 即是不喜樂的人 他不會覺得神好 因為他不覺得神好 所以他不喜樂 他不覺得神好 他自然和神關係是 很多負面的事情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這個應用呢 我可以說 就是 你明白道理和應用是兩回事 我自己都是 每天去處理 當然我現在處理 和很多人比較處理 是快很多 即是很快 我即時就會立即處理 我不會容許 負面思想情緒 留在這裏 都有不同的人和我相處 有一次有一個傳統人和我相處 他就說到 有時候那些人會怎樣看 那些負面的看法 我即時第一個反應就是 不要緊 有什麼所謂 他有他的看法 我走神的路 我不用被他影響 我可以生命可以發揮 他一聽到他就說 你很正面 我就是時時保持自己在一個正面的狀態 我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我是覺得這樣做人開心很多 還有得力 還有是有好的見證 發揮生命 所以我時時都是保持自己在一個這樣的喜樂的狀況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啊 其實可以說 我可以說 每一個人都一定 每天都一定有多次有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問題就是他有沒有處理 是人人都有 在乎他有沒有處理 如果刻意處理 他是會進步的 但如果沒有刻意處理 一定是會上上下下的 是會 有時開心有時不開心 順境就開心 不順境就不開心 被人氣壞就不開心 有煩惱就不開心 是必然的 我們靠著耶穌可以超絕這些問題 OK? 如果沒有人有問題 我們現在一起祈禱一下 我們求耶穌賜給我們平安、興省、喜樂的心 不受人的影響 好 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就算有時做錯的事 立刻說耶穌赦免我 立刻放手 不要緊的 不用那麼介意的 人家做了些不好的事 不用介意的 不用那麼緊張 那麼不開心的 可以放下的 這些就會幫助我們 靠耶穌得勝 OK?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讓我們更加享受神 輕鬆更加容易被神醫治和安慰 親愛天父 多謝你 主求你將平安賜給我們 叫我們輕輕鬆鬆做人 有耶穌萬事足 神可以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有耶穌 我們萬事足 神一定祝福愛你的人 我們就可以活在 喜樂平安 輕散之中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Hallelujah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斷過你的孩子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斷過你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将断过泪泪海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均安静 耶和华是我的母亲 我必不知血分 他是我唐我再征造地上 令我再可安揭随便 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取障我 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众 直到永远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平稳安静 我们可以放下 所有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一个人 我们因为人而激动 心里面有怨恨 求主帮我们放手 不要紧的 人不能够拿走神的福气和恩典 其实人会这样 因为他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连率他们 看率他们 就可以去遥述他们 去祝福他们 我们不需要被人影响的 如果我们因为自己 有些做得不好而自责 也都没有什么帮助的 求主帮我们接受 当我们真心悔改认罪 向神认罪 神是很欢喜的 整个天堂都为我们开心的 所以当我们悔改认罪 我们可以深信神爱我们 我们下一次改善 神就很欢喜的了 我们知道的问题 我们处理 神就欢喜了 那我们就可以随时 都欢喜快乐 有任何的进步 我就欢喜快乐 我还有不同的问题 不要紧要的 我逐样逐样处理 一步一步向着耶稣的方向去 神就欢喜了 神就欣赏我们了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主耶稣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情绪而受影响 帮助我们靠着耶稣 得胜有余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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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欢喜快乐 我们就因为耶稣而欢喜快乐 我有这喜乐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非世界所持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知给我 非世界所持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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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所有重担吹出来 哈利路亚 好像将重担的心里叫出来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当我们将重担吹出来的时候 人更加容易起落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跟从耶稣 万事足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因神而快乐 天天欢喜快乐 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我将耶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遥动 因此我的心 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